这把玩的是先知 看到是红蝶 我们下期再见 那个啥 开个玩笑 每天都有小伙伴问我 无敌哥哥 红蝶怎么溜啊 红蝶 这玩意能溜 好吧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不敢出教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溜红蝶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懂行的人就知道 溜这玩意就是不停的博弈 博弈再博弈 博弈不过 就只能坐椅子 没别的办法 高练度的红蝶 能溜出数据的话 要么就是团队协作 要么就是红蝶失误 之前的红蝶 强度就已经够高了 最近又优化了 红蝶飞之后的弱点 现在的红蝶 强度就只能用变态来形容 但是没办法 实在耗不过各位的热情 我只能把我的毕生所学 给大伙总结一下 能学到多少 全凭各位的造化了 首先在开讲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红蝶的技能 分别有三个 一个是论燕尾蝶 一个是飞 还有一个是螺旋升天 螺旋升天 通常只有手师打落地双刀 和赶路用得着 其他时间一般用不上 所以我们着重讲一下 燕尾蝶和飞 燕尾蝶和飞 这俩技能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燕尾蝶17秒充能好一个 储存上限一共三个 只要有库存 人蝶是无CD的 可以一口气清空弹夹 飞的话 CD是8秒 想要飞的话 得先扔这个燕尾蝶 燕尾蝶扔出去之后 红蝶只要视角里能看到燕尾蝶 使用飞技能就可以飞到燕尾蝶的旁边 如果求生者碰到燕尾蝶 则燕尾蝶会附着在求生者的身上 跟随求生者移动 同理 只要视角里能看到燕尾蝶 则可以飞到求生者旁边 但是 燕尾蝶附着在求生者身上之后 只要红蝶视角里有该求生者 相对应的求生者会多出一个回头键 只要红蝶在飞的途中 求生者按了回头键 则可以断飞 简单来说就是 当你出现这个回头键的时候 说明屠夫正在看着你 只要飞冷却好了 随时都能飞你 但在他飞的时候 只要你点了回头键 他飞一半 你是可以打断他的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不过我告诉你 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入门常识 想要遛红蝶 光知道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先回到视频 咱们边看边讲 你只红蝶在我们身后 如果是你 你现在会往哪里转点 一 小门 二 小门第二点 三 一板一窗 三秒钟思考一下给我答案 是不是还在等答案呢 这要是其他图服 我可能会告诉你 往哪里转点会比较合适 但是这是红蝶 如果我说往哪里转点都有可能吃到 你信吗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难道就没有反制的手段吗 别慌呀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六红蝶 我们往往不能用普通的转点思路去思考 更多的时候我们该思考的是 这个点位红蝶能不能飞过来 这里可以转吗 这里当然可以转 这里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学的是 如何花最小的博弈风险 去争取最长的牵制时间 这里听到小门有队友修机的声音 所以为了不干扰修机 我们果断选择往小门第二点转 一边转 一边盯着红蝶可能飞过来的方向 但是我们都走到这了 他还没有要丢蝶的意思 哪怕他现在开始扔蝶飞 加上出刀的前摇 我们也是可以极限进版的 所以我们大胆地往前走 你小子去哪里啊 放着好好的先知不追 这个阵容你想追谁啊 前锋你追不到 马还吃刀就上身 还有一个单刀克星 我的妈呀 你去招了那个调杨师干什么 咱们作为一个不怕死的先知 绝对不会放过一丝的犀鸟机会 这个不建议大家学习 你要是秒倒了 你就说你是学大象格的 我们先把这个燕尾蝶蹭了 不然到处他偷袭我们 我们没办法打断他飞 看吧 这不就来了吗 OK 细节来了 上课 六红蝶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叫做鬼畜回头 PC和手戳都适用哦 啥叫鬼畜回头 就是连续快速的点击回头键 然后取消 一直重复 这样可以确保屠夫 无论什么时候飞 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断飞 六红蝶 如果不会鬼畜回头 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 长时间的回头倒车 路线容易歪 基本功不过关的小伙伴 很容易卡磨 导致吃刀 第二 会玩的红蝶 发现你一直回头盯着他 他会想办法让视野短暂的消失 相对应的 人类的回头键也会跟随着消失 然后重新恢复视野 求生者的回头键 也会随之再次亮起 这会儿你要是没反应过来 重新点击回头键 就会被飞脸 知道了这个小技巧后 我们回到本局 小门的板子被调案室前面用掉了 所以我们一边鬼畜回头 一边转点 本来想的是 这里故意不给红蝶视野 让他错误判断 以为我们去小门的角落 结果人家压梗不上当 面对红蝶 这种假窗户都是要提防的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飞出来的 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选择飞这个假窗户 可能是因为我们前面的回头频率太高了 让他觉得飞了也会被打断的缘故吧 哎呦我的妈 还好我们鸡贼防了一手 不然高低被他飞脸偷袭一刀 不得不说 没有劳神的先知 下板就是快 这里咱们基本功倒车路库 身位刚好够咱们极限下板 下板之后 赶紧利用红蝶的弹刀后摇 藏好自己的视野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吗 这种假窗户是可以飞进来的 所以这边咱们也不能给视野 在咱们铜墙铁B班的防御之下 红蝶找不到一点机会下手 看到这里 相信有人会问了 无敌哥 你为啥不走这块板子 你这样转 红蝶飞过来不是要吃刀了吗 是的 如果只是为了牵制的话 经这块板一定是最优解 因为转这里 首先红蝶没视野 不视野自然也就无法确定 我们的具体位置 其次 这里的后墓碑也不好飞 但是通过前面好几轮的修机信号 我们可以得知 小女孩就在墓地修机 如果我们在这溜的话 小女孩在这修机 就会吸得心惊胆战 毕竟我们一刀没给 如果被红蝶发现小女孩的话 我们要是不好追 是一定会换追她的 而且就算小女孩 看我们溜过来狗好了 那我们这波牵制数据 也是建立在干扰电机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果断转走 但就算我们要转走 可以通过博弈不吃刀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努力争取一下的 这里通过反复的假走威 成功的把燕尾蝶 骗到了我们不想走的路线上去 而多数红蝶 又有扔蝶秒飞的习惯 被骗了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这里故意露出鸡脚 让她看见 给她营造一种 我们在板后要砸她的错觉 看把人给吓得 跟她哭哭抽刀 找个刁钻的视角 她们哎呦我的妈也被发现了 还好我这18岁的反应 这遛着遛着怎么又遛着 小马还旁边来了 哎不管了 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的 这里原地等屠夫 是很沙雕的行为 大家不要学习 正确的六法 应该是趁屠夫插刀的期间 鬼畜回头到后面的板区 记住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去跟红蝶博弈板子 OK细节又来了 上课啊 红蝶的板区博弈 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把蝶 扔我们身上 比较常见的就是 双蝶飞 和单蝶背身飞 另一种则是避开我们扔蝶 可以扔蝶秒飞 扔蝶板前抽刀 或者扔蝶握板刀 与之相对应的反制手段如下 双蝶飞的话 板子没盖 直接反走 板子盖了就翻回去 但是风险太高 不建议翻 单蝶背身飞的话 板子没盖 紧贴模型蹲下 这样屠夫只要距离我们过近 哪怕背身也是没有鬼头的 但是弊端就是 容易被双蝶飞 也容易被过板刀 板子盖了 贴板蹲下 跟前面一样 但也依旧是容易被双蝶飞 带了快踩的 看你蹲下 也容易直接踢板 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对人类的反应要求很高 第二种方法 直接翻回去 依旧是风险太高 不建议 扔蝶秒飞的话 板子没盖 直接反走 板子盖了 再翻回去 还是风险太高 不建议 扔蝶板前抽 前抽刀 原地不动就行了 扔蝶过板刀 砸板就行了 虽然知道了屠夫的打法和反制方法 但是我们要记住 理论是死的 人是活的 就比如这一波 板子没拍 屠夫先是往我们身上扔了一个蝶 为了不让他飞过来 我们选择蹲下 屠夫看我们蹲下之后 直接选择过板刀 如果我们不想吃刀的话 就必须得在蹲下躲过的背身飞之后 在博弈成功一个过板刀 博弈这个东西就好比玩剪刀石头布一样 你得靠猜 猜错了就吃刀 猜对了 并且做出相对应的反制手段 才可以避免吃刀 假设红蝶使用双蝶飞是剪刀 我们使用蹲是布 那么很明显 这刀肯定是要吃的 但如果我们使用反走这个石头 那是可以避免吃这一刀的 如果我们使用反走这个石头 遇到红蝶扔蝶板前抽刀这个布 那我们还是躲不了要吃这一刀的 明白了没 还有很多不同搭配的打法 靠玩家自己去开发 然后这里面可能会涉及一些游戏判定 包括玩家练度的问题 以上讲的均为基础理论 具体情况以实战为准 这里红蝶上来就是一个双蝶飞 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感觉自己这波反走要走慢了 吓得我胡乱教飞轮 教完飞轮之后 咱们立刻回来薄一板子 十个红蝶九个投铁 我赌他也是投铁的 不是大哥你的红蝶为啥不投铁呀 好吧被我遇到了那个不投铁的 那个W无敌是沙雕啊 觉得W无敌是沙雕的给点点关注啊 这红蝶人呢 我的妈呀你怎么就追小女孩了 不准欺负那女孩有本事冲我来 咱们赶紧过去吸引一下火力 大哥打脑了 卧槽这么尴尬的点位被发现了 要不你还是去追那个女孩吧 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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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败名裂了 哎呀我那个大头板子 只要我翻得快你就打不到我 这波红蝶的金身胶都亏麻了 板子吃了金身胶了人没打到 然后我们在闹的同时 依旧要留意这个假窗户 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飞出来 打你个措手不及 就像这样 OK我们再翻回去 但是这个点位基本就已经被架死了 终于红蝶制裁了他最爱的大先知 好消息他祭祷了先知 坏消息前锋又到了 讲到这里 又不得不拓展一个知识点 什么知识点呢 关于倒地的人 如何配合OB位的问题 如果是你看到OB位来了 这里就拿前锋举例 你会怎么办 1.一直爬 争取爬到让屠夫找不到我们 2.爬大空地 方便前锋OB 3.爬板中间 待会撞下来 可以再砸屠夫一板 4.不管倒的点位 全速自愈 最快时间压好自起 给OB位减负 5.一边自愈 一边根据OB位的位置 灵活地进行爬行 3秒钟时间思考一下 给我答案 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一直爬 爬到让屠夫找不到我们 只要屠夫没瞎 还有OB你的队友不是超人 你最好不要这么玩 然后咱们再看第二点 爬大空地 方便前锋OB 哎呦我的妈 你那是方便前锋吗 你那明明是方便监管啊 我的哥 要是OB你的队友是前锋 你往空地爬 前锋怕是杀了你的心动 都有啊 记住了 如果OB位是野猪 鸡球 牛仔等 你要爬空地 没有一点问题 但这是前锋 你要这么玩 轻则前锋撞下来 帮你扛一刀 或者你立马在接着死 重则 前锋刺气球刀 前锋要想把屠夫撞晕 就必须把屠夫撞到模型上 不然就算交互撞 可以把屠夫撞脱手 屠夫也不会晕的 冷之死 求生者也是模型哦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 爬板中间 待会儿撞下来 可以再砸屠夫一板 这是中低阶玩家 最容易犯的一个通病 总是认为 爬到板中间 屠夫牵气球 也一定会在板中间 苏不知 屠夫是可以后撤步 前气球的 这么做的后果 往往是 你可以爬到这里 这里 这里 或者这里 但是你就是不要爬板中间 接着我们看第四个 不管导的点位 全速自愈 最快的时间压好自起 给OB位减负 这个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是往往我们导的点位 对前锋来说 并不是很好撞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本来我们要是会爬的话 爬到这里 前锋OB的就会非常轻松 但如果我们不会爬的话 屠夫在这个位置 把我们牵起来 那前锋要撞晕屠夫 就要消耗大量的球 去捞个大弯 把屠夫往墙上撞 一方面 对前锋拉球技术 是一种考验 其次 因为助跑的距离过长 屠夫遇到前锋 往往又会携带快牵等天赋 很容易让前锋无效OB 身子白给 乖家如果我们吃了小丑的钻头 或者屠夫带了插眼等 降低了我们的自愈速度 哪怕我们全速自愈 也会很慢 则OB位在我们旁边 托我们的自愈 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 适当的爬行 去配合前锋 那么综上所述 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武 一边自愈 一边根据OB位的位置 灵活地进行爬行 学习了以上的知识点后 我们带入本局 前锋在哪 我们往哪爬 只要我们爬得好 前锋OB没烦恼 我们自己就是老前锋玩家 所以我们更加要懂得 如何配合前锋 不然岛的点位不好 前锋又浪费很多 没必要的球 哦 好帅的预判球 你给我说这是大象哥 尿剪 必须尿剪 这一撞 红蝶直接把他后巢牙给咬碎了 这种假创 我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红蝶现在的操作 已经开始变形了 估计又有杠筋要说了 哎呀 这红蝶玩得不行 哎呀 不就炸鱼吗 啊对对对 兄弟们 你们说的都对 不用你们说了 我自己说 OK 细节又来了 很多时候 我们一边鬼畜回头 一边绕模型 但是会玩的红蝶 会使一个很骚的操作 叫延迟飞 什么叫延迟飞 就是等我们绕到拐角处 鬼头消失的一瞬间 它再飞你 你如果走到这 它只要按了飞 有概率会无视物理法则 飞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点位 所以我们直接原地发呆 等它飞完了之后 咱们再走 完了又不追我们了 啊这 这是看红蝶太可怜了 给人家送点温暖嘛 经过漫长的拉扯 终于就剩人皇最后一台机了 现在红蝶肯定是围绕这台遗产机来打了 咱们千万不要犯病 在遗产上面开溜 直接拉走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切底牌 我能想到的就是失常 传送和闪现三个技能了 失常是为了延缓开门战的时间 传送是为了开门战之后快速击倒 然后传送保平 闪现是为了迅速击倒 起上以节奏 并且挂遗产 这三者都有可能 看红蝶自己怎么选择了 此时此刻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这个闪现对我来说太慢了 你甚至连我的鸟都骗不出了 红蝶眼看着我们无望 又回去守电机 但是你闪现都交了 大局一定 电机压好了 足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全体起立 红蝶探气 想学技术的关注我就对了